大家好,这里是佛之源频道,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未来五天出门遇贵人提拔,财运暴涨,钱包越来越古的五个生肖 生肖羊,生肖羊福气满满,好运连连 未来五天出门将邂逅贵人,工作上找到不错的合作伙伴 运势如虹,会福气满满,好运连连 在事业上遇到困难时,总有贵人出手相助 通常他们一出手,都能够赚得盆满波影 运势很理想,生肖羊,在从事的领域中如鱼得水 财员滚滚来,注定一举成功,钱财大望,福气满满 生肖兔,生肖兔对待生活比较积极乐观 对认定的事比较能坚持,并且对于认定的事勇往直前 未来五天得天才极星照耀 属兔人财运无比亨通 抓住了不小的机遇 遇见了更大的成功 生意和事业总会有贵人锦上添花 帮自己排忧解难 大运上上千 一生财运顺利 在事业上取得进步 事业大吉大利 喜从天降 钱包越来越古 生活幸福美满 生肖狗 生肖狗性格随和 好相处 非常真诚 未来五天福德宫碰巧得天德 陆勋极星重点关照 受此好运影响 时来运转 由贵人出手相助和提拔 横财涌入 必定会化身幸运宠儿 财运顺畅 必将富贵亨通 迎来人生新机遇 工作顺顺利利 事业一路发 生肖马 生肖马总是抱住积极的心态 是个非常有魅力的人 未来五天关路宫刚好有 紫霞偏财极星加深 受此好运 时来运转 赚钱多多 从此遇贵人 后半生不缺好运 收入不断增长 收入创新高 时运平和 财运暴涨 正财偏财一起来 抓住机会一举成为有钱人 生肖数 生肖数有助十足的信心 未来五天容易得到贵人提携 审辩官得天解 天机极星庇佑 因此好运 时来运转 财富数不清 一生注定天降财路 好事连连 事业齐开得胜 心想事成 幸福安乐 喜鹊窗前叫 少年有福 那摩大慈大悲观 是因菩萨 保佑诸位 全家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 所求如意 逢兄化吉 神志动达 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 万事圣意 财缘广敬 笑口常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彼南山 年年有余 事事顺心 万寿无将 真心祝愿诸位 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 加持和护佑 最有富贵命的 无属相 有想不完的 好福气 生肖鼠 鼠鼠人 最有富贵命 他们有 想不完的 好福气 近期鼠鼠人的 运势明显好转 财运鼎盛 财神祝福 财运一路飙涨 做啥都赚钱 鼠鼠人将会 开始 财员广进的好运 土金相生 财员得到加强 收入和事业 呈直线上升 看到自己 鼠鼠得意的钱包 鼠鼠的朋友 估计做梦都会笑醒 生肖猪 鼠猪人的能力 并不是最出色的 却是最好运的一个 尤其是在财运这一块 鼠猪人有时候 不用拼了命 去争去抢 都能财运滚滚 命中注定不会缺钱 不过 万事也不能光是靠运气 他们最有富贵命 有想不完的好福气 鼠猪人的好运 跟他们的心境有关 乐观积极向上的鼠猪人 对人对事都是和和气气 不会得罪人 所以身边自然少小人 只要他们努力 一夜暴富虽然可能性较小 富贵一辈子还是没问题的 生肖牛 鼠牛的朋友高调做事低调做人 心态乐观 虽然能够得到极心的照顾 但是他们注定是那种先吃苦 后享福的命格了 鼠牛的朋友 他们最有富贵命 有想不完的好福气 到中年事业有成 赚得钞票多多 买房买车 家庭和谐 受到朋友的羡慕 生肖猴 生肖猴的朋友本身机智 头脑聪颖 近几日生肖猴的朋友 或有助一波福气来临 但却苦于没有一个好的时机 不过他们最有富贵命 有想不完的好福气 近期贵人相助 使得生肖猴的朋友有望 迎喜事 福气迎富贵入家门 让生肖猴的朋友身价百万 实现人生逆袭 生肖猴 生肖猴的朋友们最有富贵命 有想不完的好福气 命宫之中将会有贵人急心高照 红红活活 正能量充足 将会降临 意外之喜让生肖猴也是喜气洋洋 意外连连 他们事业有成 一片红货的景象 带给生肖猴的 不仅是超额完成的业绩 而且还能有意外之财 财运亨通 赚得是盆满钵满 生肖猴最终 富贵多精 万事如意 那摩大慈大悲观是因菩萨 保佑诸位 全家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 所求如意 逢兄化吉 神志动达 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 万事圣意 财源广敬 笑口常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彼南山 年年有余 事事顺心 万寿无疆 真心祝愿诸位 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 加持和护佑 大运降临 你被菩萨选中 从此好运连连 财富滚滚而来 大运降临 你被菩萨选中 从此好运连连 财富滚滚而来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你们好 今天要跟大家 分享一个非常特别的好消息 那就是大运降临了 是的 你没有听错 这不是玩笑 也不是迷信 而是真的 你被菩萨选中了 是的 你没有看错 菩萨真的选中了你 让你从此好运连连 财富滚滚而来 首先我要告诉你 这不是一场梦 也不是幻觉 这是真实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 也是你生命中的重大转变 你可能觉得这一切来得太突然 但我要告诉你 一切的发生都是有原因的 你的好运和财富不是凭空而来的 那么如何理解 这个好运和财富呢 首先 它不是指你要一夜致富 也不是指你要变得无所不能 而是指你在生活中能够更从容 自信快乐有成就感 这些才是真正的财富 才是我们真正需要追求的东西 那么如何把握 这个大运降临的机会呢 首先 你需要相信自己 相信自己有能力把握这个机会 相信自己能够创造出 自己想要的生活 其次 你需要积极行动 只有行动才能让机会变成现实 只有努力才能让梦想成真 那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保佑诸位 全家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 所求如意 逢兄化吉 神志动达 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 万事圣意 财源广敬 笑口常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年年有余 事事顺心 万寿无将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大运降临 你被菩萨选中 从此好运连连 财富滚滚而来 大运降临 你被菩萨选中 从此好运连连 财富滚滚而来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你们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 非常特别的好消息 那就是大运降临了 是的 你没有听错 这不是玩笑 也不是迷信 而是真的 你被菩萨选中了 是的 你没有看错 菩萨真的选中了你 让你从此好运连连 财富滚滚而来 首先我要告诉你 这不是一场梦 也不是幻觉 这是真实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 也是你生命中的重大转变 你可能觉得 这一切来得太突然 但我要告诉你 一切的发生都是有原因的 你的好运和财富 不是凭空而来的 那么 如何理解这个好运和财富呢 首先 它不是指你要一夜致富 也不是指你要变得无所不能 而是指你在生活中 能够更从容 自信 快乐 有成就感 这些才是真正的财富 才是我们真正需要追求的东西 那么 如何把握这个大运降临的机会呢 首先 你需要相信自己 相信自己有能力把握这个机会 相信自己能够创造出自己想要的生活 其次 你需要积极行动 只有行动才能让机会变成现实 只有努力才能让梦想成真 在这里 我要提醒大家一下 不要把好运和财富 看成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和责任 我们需要为自己的 我们需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责 要相信自己能够战胜 要相信自己能够战胜一切 其次 要学习感恩和分享 感恩身边的人合适 分享自己的快乐和成功 这样可以让好运 和财富传递给更多的人 最后 我想说 大运降临并不是终点 而是一个新的起点 我们要珍惜这个机会 把握好自己的生活 让自己的生命更精彩 更有意义 记住 好运和财富 只是生活的一部分 真正的幸福和成功来自于 内心的满足和成长 在这个充满挑战和机会的时代 让我们一起勇敢面对生活 把握每一个机会 创造自己想要的生活 愿每个朋友都能被菩萨选中 从此 好运连连 财富滚滚而来 记住 每个人都有无限的可能性和潜力 只要你相信自己 勇敢地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你就能创造出 属于自己的美好人生 加油吧 朋友们 纳摩大慈大悲观是因菩萨 保佑诸位 全家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 所求如意 逢兄化吉 神志动达 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 万事圣意 财源广敬 笑口常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年年有余 世事顺心 万寿无将 真心祝愿诸位 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留下自己的心愿 在评论里 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 自立等人 大愿就可以实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